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我是小薇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许多神奇的事情 有许多地方是我们人类不敢踏足的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燃烧了整整47年都没有熄灭的大坑呢? 这个大坑的存在听起来就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地狱存在的话 那么这个地狱之门的入口一定在土空曼斯坦的达瓦尔扎村北部 这个地狱之门就是一个人为形成的巨坑 去了解这个巨坑最宽可以达到100米,深度约30米 而且这个巨坑里面的火已经燃烧了47年,从来都没有熄灭过 在黑夜当中,这个熊熊燃烧的烈火打破了深夜的沉寂 这似乎也是夜晚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见了 因为这个巨坑多年以来从未间断过火焰 所以当地人也将这个大坑称之为地狱之门 这个大坑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 这里原本是一个天然气田 在1971年的时候,前苏联地质学家发现了当地富含天然气 并进行了进一步的勘探 但是酸碳设备导致了地面塌陷 因此形成了这样一个大坑 由于里面夹杂着有毒的气体 为了防止有毒气体外泄 地质学家们点燃了这个大坑 只是没有想到这个大坑一烧就是这么多年 据说这个大坑每年燃烧的天然气高达500亿 不得不说这个大坑可谓是世界上最烧浅的大坑了 因为大坑里面的温度极高 没有人敢去扑面 至今也没有人知道这个洞内究竟有多少的天然气 网友现状都表示中国妥妥的利用起来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分享转发哟 感谢观看